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您的开始很开心 都崇拜得不得了 所以我为什么资深 因为他们要求我说资深 好 总是我先说一下 因为今天星期一 然后这个星期天是二月三号了 马上就要提早来过法宝节 所以我想还是在佛陀承道纪念法会前 我先跟大家 当然第一是做邀请 是二月三号 记得就是马上到了星期天 早上十点钟 我们要举行佛陀承道纪念法会 那同时那一天也一定要吃腊叭粥 当然呢 也希望大家把供养在你家里头的三元宝宝 这个小铺满 记得要带回来 太棒了 那当然还没有请的人呢 到场可以送你一个 他就是一个小铺满了 那你家里头的铜板临钱供养给他 那么到了一年有两次 至少这个法宝节应该要带回来 因为他是为了这个 你看我们办的文化教育各项活动也好 包含图书馆要购书 这个图书馆的新书已经来了 整理中 那么另外你看节缘品的书那么多 那其实这一些都是由善缘宝宝 这个小铺满带回的 就大家供养的这些零钱 大家祭杀成塔 集中回来 然后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记得要带回来 那没有的人就是会来申请就可以了 其实封的桌子上很庄严 也是一个小小的摆设 所以很好的一个善心 给我们大家提醒 那我今天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星期天的法会 我们纪念佛陀成道纪念日 那么就要讲这个成道的因缘 那么大家如果有概念的话 佛陀是印度加比罗魏国的王子 那也是准备要继承王位 他出家以前的名字叫西达多太子 那么他思考着一些人生 是不是一定都是生老病死 又不断的又生老病死 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状态 生命一定是这样吗 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怎么样可以突破 走另外一条路这样 所以他就说他要去出家修行 他的父王当然不愿意这样子 那么这么优秀的孩子 然后希望继承王位 但是当时的西达多太子就讲说 父王如果你不能够回答我 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容许我去找寻答案 我会回来告诉你 就是为了这样出家 当然他放下这些荣华富贵一切的享用 去跟着许多的老师 学习很多不同的修行方法 但是通过这六年很辛苦 我们称为苦恨 修苦行这六年 他知道最终只有折磨这个身体 但是他并没有明白什么道理 找不到答案 所以后来他就以自己的方式 进入圣生禅定 自己去思维 最终最终就在农历的十二月初八 这是我们北传 就汉传佛教大乘经典的记载 在十二月初八 佛陀坐在金刚座上 菩提树下 然后夜赌明星 当一颗流星这样滑过去的时候 他突然整个扩然开悟 什么都连贯 什么都通透 这个我也只能用有限的言词这样形容 当时佛陀当他开悟了 成佛的那个时候 他就讲了一段话 他说奇哉奇哉 就是好奇妙 他明白什么呢 就明白一个道理之后 他有个什么感慨感触 他说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德 其实就是佛陀也是人 他不是神 他由人然后修行到成佛 他原来大地众生就一切的生命 跟佛一样都具有那样成佛的佛性 自信 只是人 就其他人 其他众生 他就是妄想执着 所以佛陀就通过这个妄想执着的这个过程 整个完全开悟了这样 所以这个之后当然佛陀展开了 他去跟吴比丘最早跟着出家的弟子说法 然后就一辈子有49年的时间在说法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带给我们佛法的智慧 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的生命也是有解脱证悟的可能性 就是成佛的可能性 那在整个在讲佛陀开悟 但中间有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吃喇叭粥来纪念他 跟喇叭粥有什么关系 他跟我们以前讲过 所以就是说因为中间从离开苦横林 已经真的是瘦得像皮包骨这样 体力不够 他就倒在路上了 就要找一个地方自己去参透的这个地方 他在路旁倒下来了 然后当时的牧羊女就供养了乳迷 就是这一段姻缘 所以我们感谢这位叫Sujatta这位牧羊女 那么因为她的供养 所以当时的佛陀呢 到她还没有成觉悟的佛陀了 当时的这位在修苦横的出家人才能够活命 然后走过尼连残河就度过 然后到菩提树下 就现在的菩提嘎亚正觉到她这个方向 才可以真正觉悟成为佛陀 所以整个的意义在这里 那我很希望说星期天大家回来参加这个法会 那同时呢 当天我们是不供应其他的餐点 饭菜没有的 就全部的人就吃这碗辣巴粥 我心中想这是一碗智慧之粥 喝了以后就像佛陀一样能够开智慧 去这个意思 那么下午当然是佛学会考了 那所以我们要继续进入我们会考的题库了 对对 谢谢师傅 那我们进入会考的题库 我们上一次呢 我们有说到好几个 那现在呢 有一个问题哦 师傅我想问一下 有人在问的《阿弥陀经》 只有在人往生的时候才可以念 这个对吗 当然错 确实有些人以为说 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往生了 其实阿弥陀佛的意思是 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寿命 所以你看我们佛教徒 问候大家的时候 各位护法信徒 大家阿弥陀佛 各位请坐 包含我们要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拜拜 这样 比如说哎呀不小心碰破了什么 打翻了杯子 哎呀阿弥陀佛 我们很习惯这样子 成为一个习惯语 当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记得 光明无量寿命无量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去探病的时候 用阿弥陀佛来祝福他 光明无量寿命无量 经常是这样 所以不要误会以为说 我们去探病就是 哦你这个快要走了 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真的临命中前 可以得到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的助念 那是很好的因缘 所以我们不是说 死到以后才需要光明无量 这在生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需要光明无量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祝福了 嗯是 谢谢师傅 那接下来这一题的话呢 也会是一个大家都比较要了解的 就是第三十题 我们称呼出家人时 可以直呼法名比较亲切 这对吗 这有的不太礼貌 这题提出来也是因为 有些人会这样子了 比如说这个不认识的人 那我要自我介绍 我叫永固 那不懂的人呢就会说 哦永固啊 永固你好 对那其实这变成直呼其名了 嗯 你就是一般的人 比如一星 一星小姐 外面的人会称呼你 这位小姐或者这位女士这样 就好像某某先生 你要个称呼吗 对对 那对出家人称呼 你就要加上法师 某某法师 或者你很熟悉了 好像自己家里头的长辈了 某某师傅 这两个是最通称的 对 你要加上去这个称呼 是一种尊重 就不好直呼其名 这样子 对对 这个很基本哦 OK 其实跟我们平时生活中间 还是有一点差别 就是对出家人 我们要特别的 要有一个尊敬啊 嗯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问题 有点敏感哦 妇女生产后 或月室来潮时身体不静 不能去寺院 照相拜佛 嗯 这个对吗 我觉得哦 能不能去寺院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要说 妇女生产 或者是说 每个月月室来潮 这个叫身体不静吗 你可以说她不亲近吗 不能这样说 妇女生产 这是很伟大的事情 嗯 她要多么辛苦的去孕育 去诞生一个生命 是 这个是要 自然的一个也是很伟大的 包含每个月生理期 这个都是自然现象 是 那么这是我们人可以繁衍下一代的一个自然的状态 而且这个使命要交给很能够吃苦耐劳的女性去完成它 嗯 才够细心去保护一个生命啊 嗯 所以应该你不能讲她不亲近 是 我觉得第一个 嗯 你不要说她学佛啦 能不能到寺院 先不说 嗯 我现在说第一要肯定女性这是很伟大的 不能讲哦 她现在这样子 她不亲近 这个是第一个错误 嗯 那第二个错误呢 就是说 啊 因为她这样子哦 这个每个月生理期 哦 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呢 因为确实有时候会遇到有人问啊 说哎呀 我很想去怎么办 不过我因为碰到什么 我现在不方便去 我说不会啊 这是自然生理期 是自然现象啊 对 那不能因为这样 说心理的不亲近才是叫不亲近 是 心里头很多的这些错误的想法 才是不亲近 嗯 生理现象这是自然 过去为什么古代会这样说 嗯 古代洗手间也没有 这处理的设备也没有 嗯 当然不方便出门 对 那现代这些是很方便嘛 嗯 不构成任何的因素 对 所以跟过去不一样 就现在来讲 嗯 我想这个题目彻头彻尾尾 这是两大错误 就把它提出来 好 谢谢师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挂爱 对 好的 谢谢师傅 那我们今天的上半段时间呢 就到这儿了 很快又过了哦 好像讲话速度都加快了 对 因为马上这个星期天要考试 我是很希望多带一点观念哦 对对 是的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我想师傅仍然送给我们的是 看来我好像很坚持要把这一 我很喜欢的这一片CD播完 这个很好 很好 这个碟 我顺便问一下师傅 这个碟可以请得到吗 我们的流通处其实是有流通 那现在还有没有存货 我就不知道 OK 好 这个大概起码有五年以上的出版品 但是因为很好听 一直都有人请 那肯定会有 但是现在有没有存货 就再问看看 OK 好 谢谢师傅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继续听 我不用报名 大家也知道了 有来有去 我们继续有来有去 那这首歌呢 是一首台语的歌曲 这首歌我曾经在 好像是台湾有一次 巴巴风灾吧 就是说有一些水患啊等等 那很辛苦的时候 那我们到处忙着在救灾的时候 那当时呢 我有做这个电台红法的节目 就选了这首歌 叫石头顶的红花 用福建话就闽南话去讲了 叫酒头顶的红花 他就形容 就是说这朵小红花 它是那么微小的一个生命 它呢 也没有人去关心照顾 也没有人去呵护养育 它就很自然的 在石头缝里头 就绽放它的生命 它没有为什么 它只是很单纯的 这就是我这一起的生命 这样啊 那当时特别选 因为台湾的一个天在 所以我选的这个是台语 我们讲台语 就福建话 闽南话 所以我不晓得 我们听众朋友们 能不能听闽南话 但是没有关系 曲调也很优美 那刚刚意识 大概就是说一个很微小 可是呢 你不能忽略它的存在的 好 请大家欣赏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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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幾個酒湯啊 無悔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風吹 筋量在焦頭的身體 古爺是 依中順的美麗 雲爺是 驕傲的機會 笑藤中間的紅火 月開 咱將你風扇 隨便雲生 裸頭贏不走 花心溫到千千花 秋頭頂的紅花 花架這麼綿綿 一枝是心路買來幾花 幾朵秋頭哪不買 一枝是心路買來幾花 幾的酒湯哪不買 好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天人家好星星的下半段 那剛剛聽完那個小紅花是不是會被小紅花感動啊 我覺得它就是默默的綻放 綻放一種生命力 對 所以我們不要忽視身邊微小的這些很卑微的生命 其實它都是一個生命 對 師傅剛剛聽完小紅花我就想我們比小紅花太幸運了 因為我們有佛法的照顧 滋潤 對 所以我們又要進入我們佛學會考的題庫了 因為繼續沐浴佛法 嗯 我覺得用佛法去看待這個人生 嗯 你看什麼都很美 就像剛剛那個石頭上的一朵小紅花 是 你都可以看到它堅韧不拔 也是一個很單純的生命 是 那如果說這個世界上少了佛法的這種滋潤 嗯 去看待這個世界呢 往往就被表象 對 你看到它很大 就看到大 很小 你就看它很小 實際上同樣是生命 對 其實是平等的 是 真的要看到這一點 嗯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佛學會考第三十四題 嗯 佛治八關在戒是為了讓受過戒的在家中體驗出家生活 這對嗎 這句話 錯在哪裡呢 嗯 說受過戒的 嗯 在家中去體驗出家生活 本來八關在戒就是讓在家中體驗出家生活 就一天 對 可是錯在受過戒 OK 其實有受戒沒受戒 都可以參加 對 OK 對 方便大家去體驗一下 嘗一嘗 就是佛陀時代讓在家人 因為很羨慕出家好像這樣的修行生活 很多人羨慕 所以佛陀才說 那你們也可以體驗 就是不要只是羨慕了 讓你們也做一天出家人這樣 那當然不用剃頭不用換服裝什麼了 不用 只是生活的內容那一天來修行這樣子 所以是很好 所以大家知道說這個答案是錯 是錯在他沒有規定一定受過戒 好 也就是給我們聽眾朋友一個信息 大家都可以來 大家都可以來 對 到明年這個時候有八關在戒的時候 踴躍參加 好 接下來一個題目呢 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奉行三好四給 內心有了善的力量 自然消災免難 征服滅罪 這對嗎 你最喜歡 當然是對的了 為什麼你最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就給我很平安的一個心 嗯 我覺得我不需要去求什麼 不需要去恐懼什麼 只要我做好我自己 就不會有災難 嗯 其實呢你看哦 當然是你說這是對的 嗯 我說三好四給 那三好是什麼呢 說好話 生口意的進化修行 生做好事 嗯 然後口說好話 嗯 然後意就存好心嘛 是 你的生口意都是好的 嗯 自然都是感得 後面的果包都是好的嘛 嗯 當然消災免難 再加上他可以征服可以滅罪 你看他四給 他是行菩薩到尾 嗯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嗯 嗯 這個都幫助人的 所以後面一定是有什麼 我們講隨緣消就業 嗯 這些罪障自然消除 你都管修福得因緣 嗯 一切都會轉為好的了 自然是這樣的 OK 謝謝師傅 其實我這裡啊 因為生活上也有報導 嗯 就說是有時候呢 一個很單純善良的孩子被人騙 結果招來殺生之戶 嗯 這個也是有發生的 也有發生過 其實在佛教裡頭 也有講一個英國的故事啊 嗯 叫三世英國一世壽 嗯 就是說一個小孩 嗯 他本來是當人家的 這個打零工啊 幫他老闆去賣餅 他把這個餅拿去 看到出家人在偷拨 他就供養了 嗯 把那天賣餅的收入都供養那個出家人了 嗯 那這個出家人就跟這個小孩就這樣 日後啊 你要是遇到什麼災難呢 嗯 你要記得我的寺院在哪裡 嗯 你要來找我 OK 這樣喔 嗯 那這小孩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就覺得很高興啊 我替我的主人去做好事 但回去他主人沒有感謝他 嗯 把他毒打一頓就趕出去了 嗯 他出去他就做小乞丐 嗯 跟人家要錢 那就有人講了 呦你看啊 他去供養那個出家人 現在倒是沒了工作 當了乞丐 嗯 這是第一個可憐了 當了乞丐呢 又生病了 嗯 病到最後呢 眼睛都瞎掉了 嗯 那這是無依無靠啊 一生是病啊 哦 欸他就想起來了 哇他落爛了 那時候那個老师傅說的那句話 哦他就要找啊找找 他找到那個山頂上去找到那個寺院 就那一天呢 這個當時的接受他供養的出家人呢 他是住持 嗯 他就集合全市大眾 說今天我們的大功德主要來了 嗯 趕快灑掃乾淨喔 客房準備好喔 這個大功德主要來 結果就等了一天到黃昏的時候啊 沒有什麼大功德主來 老师這個小乞丐摸著摸著啊 這樣就來了啊 嗯 那這個看門的人呢就說 欸小乞丐你趕快走開一點 等一下我們大功德主要來 嗯 那他就說我要來找一個師父這樣啊 嗯 那當然就回報給他住持 這住持就說他就是我們的大功德主 趕快請進來 嗯 然後就告訴他你不要擔心 你安心就休息這樣 就晚上呢他住下來了喔 他晚上呢哎呀他想要上個 當然以前叫做毛房啊就是洗手間啊 是 這古代房子裡沖水馬桶的沒有嘛 他出去那個毛房 結果因為他是瞎子嘛 嗯 然後就不小心掉到分坑裡淹死了 嗯 那很多人就說你看他行善 反而你看先是當乞丐 再來就瞎了眼 再來就被分坑淹死了 嗯 這個好心美好抱 真的這樣子布施供養 有什麼功德啊 都是招來厄運 其實呢 後來這位出家人就講 他說這個還是有修行 有一定我們講說神通的一個出家人 他就說這個乞丐兒啊 他本來的夜抱啊 三世 就他來生一世都是當乞丐 再第二世一世都是殘缺的 嗯 六根不全的啊 都是疾病 然後再之後呢 他是要這樣子被悶死的 說他三世的因果 就是因為他這一世這樣行善 所以三世因果一世受 全部一次頭還清 嗯 再來他的福報就大了這樣 嗯 所以就有這麼樣的一個 因果的故事了 嗯 那麼所以我們在看這些 我就講說真的 我們凡夫肉眼 看不到這些前後因緣 但是要對因果的觀念呢 嗯 要深信不疑的 嗯 OK好 非常感謝師傅 我知道我們一心很 很急著想多問幾題 對 我就想給大家有多一些的 題來解答 嗯 好還有呢 我們最早形成的三寶 是以釋迦牟尼佛為佛寶 佛所說的四弟十二因緣等為法寶 五比丘等為僧寶 這個對嗎 對對 OK 這裡強調的是最早的三寶 嗯 當佛陀成佛之後 佛陀就是佛寶 嗯 然後他去教導的佛法內容 是聖地等等 法寶 嗯 最早聽法的跟著出家的 嗯 這修行人是聖寶 對 就五位比丘這樣 嗯 所以這個是基本概念哦 嗯 大家應該知道哦 好謝謝師傅 那還有一題就比較時尚了 嗯 時尚 對 七明上河圖我們聽過 嗯 還有富春山居圖 最近是蠻火的這個圖啊 嗯 它裡面呢都融入了寺廟僧人 可見呢佛門與人間的生活總是息息相關的 嗯 對 對 因為啊 如果說出家人跟生活脫離的話 嗯 它就不會出現在這裡描述當時生活 對 一千多年前 對 所以出現在這個圖裡頭 其實這一題呢 我們是選自師傅的就是大師的著作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嗯 再講佛教本來就是人間佛教 他沒有脫離生活 嗯 其實師傅舉了很多例子 我們把它選出來是他知名度高啊 對 嗯 這兩幅作品呢 都是 都很了不起 大家知道的 對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反映出 那本來就是跟生活相關 對 好 謝謝師傅 那接下來呢 就是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的了 自己要過生日了 買了很多的魚啊 很多的鳥來放生 這就是所謂的做功德 對嗎 大錯特錯 但錯在哪裡我要提出來了 嗯 好你要過生日 你去放生是做功德 沒錯 但是錯在哪裡呢 嗯 買很多魚 鳥 我如果再把它講白一點 就是我現在模擬這個語氣 我想打個電話 去這個什麼人那裡 我說 我要過生日了 或者某某人要過生日了 麻煩你幫我抓一百隻鳥 抓一百條魚 讓我來放生 對 這樣聽出來了 對 牠本來在雪裡遊啊 在天空飛啊 自由自在 就為了你要過生日 你得把它抓來 讓你放生 對 這不是造業嗎 對 是何來功德 所以是 其實我們講的放生 是一種隨緣的 對 而且包含保育動物啊 嗯 愛護動物 包含你跟人相處 就是我們講說厚道一點 放人一條生路啊 嗯 像這樣子 都是放生 這給人一個好的意念啊 什麼的都非常好 好 今天呢 我們的 對 其實師傅還有很多 希望得到您的更多的一些場數啊 但是今天是沒有時間了 其實我想也沒關係 就是說 我們 當然 過了佛學會考之後 我們就恢復一半的單元啊 我們有空中佛學院嘛 對 那其中有一些專有名詞 像譬如說 執著 三葉等等 這裡頭 三法印 世聖地 都有提到 是 可能在名下裡頭我們可以提喔 那 之後就是說 再有人間信箱啊 問答呀 是 那一心可以幫大家 或者聽眾可以反映 你想聽哪一個問題的回答 OK 都可以的 好的好的 謝謝師父慈悲 阿彌陀佛 好 今天呢 除了要非常感謝師父今天的 這麼精彩的 給我們的解答 阿彌陀佛 同時呢 也感謝我們聽眾朋友 跟我們在一起 如果您仍然有問題 儘管給我們來電話 5147212882 那一心在這裡祝大家 會考成功 祝大家 得滿分 開心會考 對 那我想星期天希望見到大家 我們空中呢 我們下一周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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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